水患与火灾 为了远离水寺存灾与祝荣火灾之灾结 所以特别起见水火窖以祈安 水窖又称为荣黄祈安 火窖又称为荣银祈安 主要是祈求水心不命 顺遇水德 银火长辉 祝荣炼宴 以转灾修为机器 永消无妄之灾 高宫大法师医科刑法 看古宣书 明天告地 驱逐五方水火役 消嚷水火灾 以其四十八节 风调雨顺 无灾无恶 为民生设计 天福天路保平安 本坛端品新加坡道教总会 韭菜八城隍庙 金月团之坛 韭菜八城宏庙金月团 是两岸四地之外的第一支海外道金月团 创建于1995年 现有团圆百人 以弘扬道教为宗旨 教授经运科语 与讲授经典为教授重点 并以服务宫庙为主要对象 以举行庆祝神诞 庆典法会 朝阴宝阳为法式内容 以授课供修 与个人自修为修学方法 以进化心灵为教学目的 我们是新加坡道教总会 韭菜八城隍庙的金月团 这一次在我们松山慈慧堂 45周年举行的大罗天地清教 本团是负责周天坛的法式 周天坛所谓周天 指的就是天地三界 代表一个周天 所以神明是三界诸多神明 在我们坛里总共有 2400位的三界尊神 我们奉请的任务 叫我们说做周天坛水火教 水火代表着 也可以说代表着阴阳 我们周天坛的同道们 祈求水火教代表阴阳 和谐周天极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达到的做教的目的 就是祈求我们现世 世界太平 人类康乐 并也祈求往生的一切 各界的法界众生们 能够离苦得乐 超耕仙界 使我们阴阳两界都和谐康明 达到世界安宁 人类安乐这样的一个目的 松山慈慧堂呢 多年前就跟我们的新加坡道教总会 跟我们九菜八城皇庙就结下了一个很好的道源 所以呢 我们的道教总会的陈天来会长 与我们慈慧堂的锅叶子堂主 都是又是同道又是好的道友 关系非常的密切 互相之间如有道教的活动 都是互相支持 互相协助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的陈天来会长 当得知我们的松山慈慧堂 举办这么大的法会活动 就来到我们松山慈慧堂 来欢喜地参与这一场大法会 大家觉得机会难得 而且有非常的殊胜的功德 所以我们都是很乐意来支持 来共商盛举 使我们的法会能够圆满地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